终于把所有在新西兰拍的视频都搬上了网 我一方面有个地方存放自己拍旅程 过段时间想看就看 另外一方面如果有人有兴趣 也正好算是分享 既然要分享 做一点友谊别人的事 分享一下准备这是新西兰新城的心得 首先我真不知道新西兰其实分为南岛北岛两个岛 听说有个北岛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私人北岛杀老婆的地方 后来才想见那个私人叫顾城 而且严格来说他不是在北岛 而是在北岛以外的一个叫激流岛的岛上动手 不过也说明其实新西兰人主要坐在北岛 最大城市奥克兰和首都惠林顿都在北岛 但是基本上所有攻略都跟你说 要旅游的话如果只有时间去一个 那么最好去南岛 攻略上提到北岛的时候 最多的是关于北岛一个有关货比特人的景点 和一个据说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古奇店 关于南岛倒是有很多内容 比如Fox Glacier的冰川 皇后镇 峡湾等等 具体可以参考我第一个有关新西兰视频 你们列举了一些比较常见的南岛景点 而且我后面会再提一下 北岛我没去所以就略过了 去过的朋友可以再补充 出去玩我喜欢用衣食住行来考虑旅程的准备 首先是衣 到底要穿什么衣服 因为在南半球 所以季节跟北半球是反的 12月在北半球是冬天 在南半球却是夏天 这个上过地底课的朋友应该还记得 不记得也没关系 因为我12月去新西兰的时候 可能真也不算是夏天 更多可能是上海10月份的天气 不是那么的冷 它还是有点冷 所以看季节稍微要往人家考虑就行了 是嘛 新西兰也是个某种意义上的西方国家 因为当年是英国殖民地 当地人主要是西方人的后裔 饮食就是西式的了 中餐也有 不过好像没有很多 看见漫山遍野的流洋的时候 我以为这里的肉应该不错 就找了流排馆试试 感觉嘛 肯定还是好的 但没有那么的好 特别是牛排管理 普遍是把日本河流跟澳洲河流放在本地肉前面 新西兰牛肉是属于中牛产品 其他菜呢 算是食材比较新鲜 但可能感觉经验的地方不多 住的话可能我来的时候属于旺季 其实住宿是很贵的 国内五星酒店的价格 大概在上海1000多人住一个一般般的西尔顿 在基督城这样的非旅游圣地的地方也能住个差不多档次的 但在皇后镇这种旅游圣地差点就住了一个一晚上一万的普通酒店 幸好后来通过调整行程避开了这种坑 不过想找个性价比合适的酒店确实挺难的 还以为新西兰物价比较便宜 看来一点都不 行的话大概是新西兰旅游比较痛苦的地方 因为新西兰总体来说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 所以公共设施是比较烂的 跟国内或者其他发达国家比 你当然可以坐大巴在各个景点之间来回 但总不够方便 除非你从头到尾都跟团 否则总是免不了要在新西兰租车的 国内的驾照好像在斜程或者什么地方翻译一下 是可以在新西兰用的 不过光有驾照还是不够 你还得熟悉新西兰的路况 前面说了新西兰是英国殖民地 现在来了 新西兰的车是在路的左边开的 跟英国、日本、香港一样 如果你去过这么几个地方 可能还记得第一次过马路的那种忐忑 现在好了 不是要你过马路 能让别人过马路了 你得开车 这个还是到的地方得适应一下的 我大概花了半天 幸好新西兰地广人稀 马路上多开几圈 你就可能适应了 别的还好 但我开那个车比较奇葩的地方是 它转向灯那个杆子 跟雨刷那个杆子反起来的 结果我在新西兰的时候 不停地转弯的时候开着雨刷 回国的时候还没变过来 也是不停地开着雨刷转弯 另外说到路况 难道路也不敢恭维 开来开去 你就在基督城看见几小段 像高速公路一样的路 大部分都是两侧道的小路 还敢标线数100 然后不降线数 就到处给你宣传 新西兰的路就是不一样 多准备点时间 是说他们就能开100 你就不能 在规划行程的时候 去哪儿要多久 都是在网收货的 去晚了可能你就赶不上 你的冰川直升机 或者赶不上你的酒店 停止接待了 所以得在弯弯区区 载路上小心翼翼的飙车 还得适应时差 确实比较辛苦 最后再提一嘴 关于新西兰的路 就是它有很多转盘 跟国内不太一样 这个转盘不是到就减速 大家都在转盘里 慢慢蹭出去就行了 新西兰的转盘 是要让右边方向的车的 这个我虽然知道 但第一次上路 碰到转盘的时候 还是差点出了危险 反正注意就行了 我车是租的当地一个公司 叫Apex 其实就图便宜 车漫一般般 服务也凑合 应该没载我 导航就用了Google Maps 它会提醒你提前预载一些信息 你就点预载就行了 因为路上手机就真的没信号了 这里提醒一下 在挑手机卡的时候 我发现沃达峰和Spark的信号比较好 我用了一个Cluck上买的 是当地的2DG的网 结果巨烂 在皇后镇室内都可以没信号 到了基督城机场的时候 出来很多卖手机卡的 也可以在那买 说到景点 首先大家可能想到基督城 毕竟大城市 不过真没发现什么好玩的 主要是有好吃的 我设在家俗城牛排 感觉还可以 基督城往北 有个叫凯库拉的地方 可以关金 就坐在船上 或者你有钱也可以坐飞机 带着金鱼浮现海面换气的时候 跑过去看 另外也可以在那边海钓 就有船带你来去钓鱼 其实很简单 那海里的鱼实在太多了 完了以后会把鱼给你 还有他们自己抓到龙虾 可以带到正常的餐厅加工 基督城往南 有个城市叫Omaru 可以看南起而归巢 不过我去的那天正好是圣诞节 所以没去城 直接继续往南 就到南岛第二大城市 戴尼丁 这算是个古城 是新西兰最老的城市 城市的建筑也比较欧化 值得一提的是 淡尼丁有个所谓的新西兰最美大学 可以去看看 叫奥塔哥大学 这个大学好像也是新西兰最老的 然后排名好像是新西兰第二 第一是那个奥克兰大学 然后市中心有个八角形的圆环 有很多吃饭的地方 然后圆环附近是传说中的淡尼丁火车站 看过一个评选世界十大最美火车站 这个也是排在了里面 火车站现在应该没有正常的坑运列车了 但是有旅游列车 可以坐火车去峡谷 或者去看海 淡尼丁市内还有个隧道海滩 真的有个隧道 还有看海报的地方 吃海鲜的地方 如果在我马路没看成南企鹅 你还可以去皇家新天翁中心 看完新天翁继续看南企鹅 总之淡尼丁好像有比较多好玩的地方 还有一个什么城堡的 值得多安排也两天 淡尼丁往西就到了皇后镇 皇后镇才是整个新西兰之旅的大头 可能很多不知道新西兰有两个岛的人 也听出过皇后镇 我也是来了之后才知道 为什么皇后镇这么受欢迎 所以皇后镇的风景真的很美 有雪山有高游 随便怎么拍都会没 那皇后镇室内和周边有很多好玩的 室内有个缆车 上去可以玩滑感车 可以吃吃午餐 可以看星星 西边有个农场 可以坐蒸汽轮船过去 跟农场动物亲密接触 可以骑马 北边有片原始森林 可以去坐奔气船 看拍魔戒的地方 再往北 可以去玩拉卡 开飞机 玩各种好像一跳伞之类的 所以有人说皇后镇是世界极限运动制度 感觉皇后镇也有很多大学生 白天疯狂的玩 晚上疯狂的喝酒 看到这些我也只能感叹了 可惜自己没有那么年轻了 然后从皇后镇坐很久的大发 还可以去看峡湾 不过感觉没有那么震撼 可能跟山峡差不多 而且太远了 来回要一天 如果时间不够或者兴趣不大 就算了吧 皇后镇再往北 有三个来星星兰的人 可能不想错过的东西 就是有三个冰川 你可以坐直升飞机上去 来个冰川徒步 其中在山脉东边的叫Mount Cook 山脉西边有Fox Glacier和France Joseph 听说有些细微的差别 可能大同小异 不很遗憾的是我去的时候 西边两个冰川都在起屋 所以只能留在下次有机会再去了 像好新西兰现在一般给中国人 都是给五年签证 而且在网上申请就行了 还可以用什么银联白金卡 某些航空公司的金卡 来豁免一些申请材料 其他我想到 可能想去但是没去的 比如如果你是直接从金通城去的话 后站 那么路上会经过两个湖 其中有个湖 也有个可以关心的地方 叫好牧羊人教堂 但是也要提前预约 因为没约上 所以干脆就没去了 另外瓦拉卡的飞机也没约上 当地有个什么孤独的树 也没时间过去看 但是为了观光超市 去了Hokitika 看了起鸟 总之新西兰好玩的还是挺多的 如果有其他什么想问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其实要是这样明天的 也是个人的 我帮手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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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